哈喽 大家好 我是慧琴学姐 今天是周六 想说来装边逛一下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来过这边 就是因为总是听说 这里晚上或者早上会发生很多 就是这里是很多案件的案发地吧 这么说 经常会看到有警车进出 所以一直都挺害怕的 但是今天是周六 大白天 所以想进来看一下 结果发现就是 出乎我意料的安宁和平静的样子 所以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然后中央公园里 连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 从50多街 然后到120、30多街吧 那么基本说 曼岛的一大半都有中央公园 这里的树都好大 特别高 其实中央公园还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从国内过来的同学 应该会特别喜欢国外的草皮 因为大家可以随便踩 随便 怎么造它感觉都行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如果躺在草地上这样的话 这个阿姨它养了好多狗 它推的那个银儿车里面有三只小狗 好可爱 好可爱 原来刚才那几个小朋友 是这家人的 然后他们在帮你挨遛狗 我不确定那么多狗 是他自己的 还是说他在帮别人walking dog 你帮别人walking dog 然后你每个月就能赚到1250刀 大家来其实可以不用买水 因为他这里走一段还有这种可以喝水的胎子 按一下 不是 我觉得它很低耶 我觉得它水压不够 太低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哦